两年半了在聊天记录里也呈现出了什么家里的房子什么的 你们俩谈恋爱双方父母都知道吗 我是跟他一谈的时候谈了可能有三四个月 我就觉得我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嘛 我就告诉了我的父母 然后我们到快一年的时候 我父母就有邀请他说 你带他我们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 然后他都拒绝了 我没去吗 我最后还是去了 当时拒绝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早上是九点上班 晚上是八点下班 他都给他父母说的 六点钟吃饭 然后我怎么去吗 我不相信就是一点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啊 人家要是八点钟才下班的话 确实挤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是他的态度问题 就算我父母这边他见不了对吧 然后但是他父母那边呢 就是我们一年半的时候 他都没有告诉他父母我们谈恋爱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消息一个电话就可以说明的事情啊 然后而且他过年回去的时候 他亲戚要给他介绍女朋友 他都没有说他有女朋友 我为什么不给我家里的父母说 是因为我觉得最起码要一年半以上 然后两年左右 然后才告诉家里 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为什么不说 然后说啊 我觉得不够稳定 我不想说嘛 我就是不想说 不是他觉得不稳定 不可以吗 但是后来他的借口就是 我就是不想说 他就这样 那不叫借口 就是不说 对啊 就是所以他就不认可我呀 他不想跟我在一起呀 我就觉得 你们俩要都这样了 其实你们俩分开不好吗 谈过分手吗 分过很多很多次 分过多久 两三个月吧 因为什么而分 就是他莫名其妙的说 提分手 然后说我们不合适 我觉得这种借口真的烂大街 你知道吗 我们不合适 所以我们分手 然后分了吗 对不住我打断一下 我不觉得我们不合适是个借口 我们不合适不就是一个态度吗 我们不合适 他没有借口 但是后续来说就是 他的借口呀 我后面就有找他嘛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 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 发短信 他把我微信拉黑了 QQ拉黑了 我真的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呀 然后托他朋友 就是给他发消息嘛 然后而且我还去他家下面等他 他这是一点回应都没有 完全没有回应 然后我就放弃了呀 当时分手是这样一回事 当时我是刚毕业 刚出来工作 然后一个月薪水 两千块钱左右 然后房租都要交一千多 他当时还有我的生活花销 大约一个月要在三千左右 完全就超负荷了 然后我就寻思了 你是觉得我是你的负担吗 没有 不是 有就是有 干嘛说没有 你说完账就说没有 可能当时觉得 你就是这么说吧 是不是那会儿觉得 我的收入谈恋爱 我有点谈不起 是 当时觉得有点谈不起 第二个就是 当时他脾气也挺大的 凡事就我给他有争执的地方 他就一通说我 然后我工作的事情 给他说过一次 就我实习的那个公司 他说你早点换工作吧 你不换工作 我就换男朋友了 但是他的工作 确实是看不到前景呀 他在他亲戚手下工作 完全都没有上身的可能性呀 我让他换一个 就是自己去打拼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我只是给你提建议 不是说什么数落你呀 我也是想为了你好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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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吃苦的年纪